1936年之前的比賽 一定要用兵來比賽 是平民 1936年之後才可以參加這個馬族比賽 所以我們有些所謂的兵服 我們這次有一個拿出來給大家看 我們想讓香港市民知道 我們香港騎手出去比賽時 每次將會穿 大家見到他們的服裝 以及不同的比賽 穿不同種類的服裝 香港奧運馬術代表隊第一次參加奧運 也將會首次穿上這套宴美禮服 出賽成裝舞步項目 馬會和瑞士樂桑奧林匹克博物館合作 借來一批具有歷史價值的奧運物品展出 當中包括這張神奇一元美金 1968年有一位騎手 因為拿著一元錢 贏了金牌之後 他20年後將同一個一元交給第二位 第二個國家的同一個比賽 場地障礙賽的一個騎手 在韓國贏到另一個金牌 然後再16年後 將一元再派給第三個騎手 今次在亞典贏到 又是同一個比賽的一個金牌 展覽在跑馬地賽馬博物館舉行 一直展出至9月 而馬會亦計劃動用12億元 在沙田興建全國第一間奧林匹克博物館 預計要用兩年時間完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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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